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要替民众健康把关 杜特帝特别起劲 最近才宣布将寄出禁令 没多久非国警方就奉令逮捕在公共场所 吞吐电子烟的瘾君子 事实上杜特帝本身就是一个大烟枪 这回不准百姓点烟 或许就是担心电子烟的危害被外界侵服 不止美国包括加拿大 英国以及菲律賓等 都陆续发生电子烟肺伤害案例 各国纷纷制定相关政策 港澳也宣布禁止电子烟品 电子烟潮流席卷全球潜藏了健康风险 为各国政府带来重大课题 是毒如仇的杜特地 当然不会放过 这一新闻 黄崇卫报道